第四水道率先抵達終點的 基隆暖暖高中詹亭渝不但拿下 全中運擬子組1500公尺冠軍 還拿到個人賽800公尺第一 一人獨得兩面金牌成為泳賽的大黑馬 教練說堅持及毅力是詹亭渝最大優點 雖然平日需要從軟軟搭車到勢力游泳池練習 不過喜歡游泳的他不以為苦 對手可能就是有一些狀況 然後剛好我的成績就是一直維持在那個地方 然後所以可能剛好有這個機會就多排 那你在參加全中運之前有做其他比較密集的訓練 就是每天都有在勢力游泳這邊都有訓練 那怎麼是歸視你的狀況 嗯...就是教練安排的一些課表跟一些作潮 還有一些那個物理治療 就是他本身就很認真 然後呢他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人家已經要等於是沒有辦法再撐下去的時候 他就是繼續在一直在努力當中 所以他的長距離的成績會比較好 跟其他不一樣 除了暫停於 基隆師成功國中在跆拳道品師項目拿下一斤 還有傳統強項運動設計方面 明德國中趙全業也拿下國籃組空氣手槍個人賽金牌 另外基隆女中高醫生黃韻柔拿下高女組田徑1萬公尺及5000公尺雙面銀牌 也創下歷年來本市高女田徑項目最佳成績 會有這些好成績除了選手本身努力補屑與教練細心指導外 信用市政府近年來的亮點計畫也起了關鍵作用 讓選手仍無後顧之憂的專心接受訓練 尤其是在器材方面 或者是營養啊等等 我們都有辦法 等於是減少家長的負擔 像我們的勇具啊 就比賽的勇帽啊 水禁啊還有它的那個 消阻力的一些勇衣勇褲 那個都很非常的貴 都從日本引進來的 透過亮點計畫呢 我們就可以減輕家長的負擔 教育室教育處方面表示 除了延續亮點計畫的資源 今年代表隊還真派運動傷害防護員 在全中運期間水隊資源 協助選手在賽事中能正常發揮 也是這一次全中運創11年來最佳成績的重要因素 期望接下來10月份在新北市登場的全國運動會 金融市代表隊也能再創佳績 記者張啟騰 金融報導 請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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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